咱们忙啊,人家也没闲着 这个孙家干呢,把我和珅的家底摸的是一清二楚啊 你们几个,也难逃他的法眼啊 这,谁呀,谁呀 孙家干呢,一日不除 我们一日不得安宁啊 就是啊,昨天要不是斩了那个信使,不定给大伙捅什么篓子呢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现在啊,要跟珍刺在皇上的心上 何某追随皇上多年,深知皇上的脾气啊 我就不信,皇上能够忍下这扎心之痛啊 圣上弃中那个姓孙的,决心难下呗 这个姓孙的向来十分嚣张 一个文墨小利,竟然直沉混世,依然混到三品了 放出话来,大有取代何大人之意啊 看看,他把谁放在眼里啊 何大人,现在正是清除姓孙的时候 何大人,只要跟圣上讨章圣旨,要大人独立办案 那时候,咱们指谁就是谁啊 把那些个调皮捣蛋的,不听大人话的 咱们趁死机会,全都给他消灭掉 对,我就喜欢你们一个个肚子里的坏事啊 那扬州暗茶室王谷,跟孙家干素来不合 要不然让他出面 做这事就是栽赃,也要真凭实据啊 哪怕这证据是编的,也要叫他有口难辨,才是上策啊 孙家干,可是得理不饶人的主啊 不要咱们打不着狐狸,沾一身骚啊 好啊,太好了 看来平时我们有白栽培你们呢 你们都有长进的 归了包罪啊,咱们都是自家人 啊,都是一根绳上拴着的骂着呀 啊,这 啊,说句不怕你们不高兴的话 啊,就凭你们这几位的才气 这胆识啊,就是皇上啊 让你们撒开了血撒开了骂 你们能写得出来吗 所以说句公道话 这个十大罪肯定就是孙家干写的呀,是不是啊 依我看,十大罪状就是孙家干写的 你看 这孙家干就等死吧 这事儿不必上头肩 就是孙家干 那好,那好 咱们议论到此结束 赶快去写折子 别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啊 对,对,对 孙家干犯上往皇上身上泼污水 实在是不杀 不足一瓶名分啊 就是啊 我要十七肉啊 我要十七肉 干什么,干什么 表忠心哪 谁看哪 现在要紧的是五十 都写折子去 是 是 王大人 嗯 何大人有心了 动手 是 杨师傅他们肯定造了不测 此心乃微服 给当今圣上写的契学之书 一定要把他送出去 爹 你一定要把这封契药包裹 一起送进 设法交给皇上 到时候真相就大败了 爹 春儿实在是不放心 你一个人留下 放心吧 爹不会出什么事的 啊,春儿 一路上 一路上 要多加小心 啊 爹 您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好 春儿走了 水 充进去 走 给我抓火的 住手 你给我拿下 是 走 带走 走 走 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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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奶娘 是我 我是春儿 春儿 奶娘 春儿 奶娘 出事了 你知道吗 春儿 出什么事了 这是爹交给我的东西 我带在身上多有不便 奶娘 一定要把它藏好 海儿拜托了 春儿 春儿 那你不在山里躲躲 等地面太平了再走啊 父亲还原在狱 生死未知 春儿要到京城去告狱状 救父亲出苦海 救你一个人走啊 那你一路上 可要处处当心呢 海儿知道了 奶娘 你也一定要多保重 海儿告辞了 冲儿 冲儿 何大人怎么来不到 什么时候 我让你看到 快派人去打算一下 北京大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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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丽 到扬州了 是啊 到扬州了 水流千转 总算是回来了 不容易 来 不容易 来了 来了 来 来了 江苏暗茶史王谷 扬州之府刘永利 叩见何大人 都起来吧 谢何大人 江苏暗茶市王谷 率领本府上下在此恭候何大人 已经多时了 扬州知府刘永利 拜见何大人 出来吧 何大人 人家可是请你的 我们下车干什么呀 就是 你以为我让你呢 我是恭迎阁阁 风光过了 我现在呀 再也不管皇帝的事了 对 我们到家了 什么都不管了 你们可以不管 高高兴起的回家 我行吗 你们是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啊 我呀 还得硬撑下去 来了这么多人 我不应付行吗 何大人 皇上可让你微服 你搞那么兴师动众干嘛呀 我愿意这样吗 我是谁呀 何深 我一出金乱殿 不管走到哪 放个屁都会惊天动地 我微服也好 官服也好 他们早就派人打听到我来了 蛮实的 这有什么大叫小怪的 你也是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行了 快请下来吧 何大人请 请 他们两个呢 他们的 都已经走了 相信人来是告辞都不说 不懂规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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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